台湾最大的土方业者今天替往生的父亲办告别式 一共出动了40辆砂石车 还有40组的镇头 以及50辆的百万名车一路送行 绵延了两公里完全看不到尽头 零零总总花起来要价4亿元 都可以买下一户地宝了 这排场之大堪称全台最贵 百万名车一次排开 砂石车 乐队还有镇头 绵延将近两公里 完全看不到尽头 被台湾最大的土方业者陈万亿 替父亲办理丧事 排场高规格 送葬队伍里除了10组乐队要价8万 40组镇头花了120万 另外出动40辆自家的砂石车 加起来也要2亿 百万名车也很有看头 40部宾室还有10部宾利和劳斯莱斯 总计2亿的车队也加入送葬行列 一整个早上的花费 零零总总加起来就要4亿多 都可以买下一户地宝 排场之大贪称全台时尚之最 没有啦 是朋友的意思啦 这个就朋友的捧场的啦 灵堂内挂了上百副碗帘 从总统到地方代表都有 而且工绩时间足足长达3小时 都不难看出城外溢交游广阔 20多岁白手起家 参与过河寺 高速公路和桃源机场等工程 包办整个北台湾土木建筑工程的生意 吃炒商场如今也要风光送父亲最后一程 三里新闻姚立强 葛汉勋 新北采访报道